记者刘兵权南投报道,南投30岁徐姓男子日前腹痛,腹泻及肚子长大,到卫福部南投医院就诊,抽结检查发现,他的白血球指数超标,最后却诊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,俗称血炎。 南投医院血液肿瘤科陈云芳说,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是血炎的一种,证明患者白血球指数超标24倍,正常值应是1万个以下,代表血液里高达24万多颗的白血球,而且其中还有许多不成熟的白血球。 另外,因血炎牙细胞blast cell数很少,其余红血球,血小板树木则数正常,经诊疗得知患者疲脏肿肿大,最后以骨髓检查才确诊。 不过,患者不用过度担心,院方说,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在血液肿瘤中算是很少见,虽然是血炎,但治疗却有不错的成效。 在现有健保标把药物治疗后,多数病人可稳定控制病情,就像控制糖尿病、高血压等慢性疾病一样。 院方提醒,民众若有疲累症态、食欲不振、体重减轻以及疲脏肿大的状况,应积极就医及早治疗。